今天首先我们来关心的话题是 民主党立委赵天龄的桃色风波延烧 而被爆出的外语对象 该名中国籍女子 传出有曾经加入过统战组织 赵天龄今天是回应 希望不要胡乱揣测 由莱茵立委就认为 这是有国安泄密风险 要求检调来调查 高检署是以法务部长指示 今天分他自案调查 而至于调查局也将针对 在网络上所流传的 和郑文餐影片真卫来进行鉴定 民进党立委赵天龄 因为桃色风波退选 现在又爆出外语的中国籍 张姓女子 出身 叶总会甚至加入过统战组织 兰英立委执意 有国安泄密疑律 佛部表示高检署 跟调查局已经在搜集资料 而国安局也在进行调查 那当时进来就是合法申请 所以也没有违藏现象 所以我们当时是没有 有统战机构的盟员的身份 目前了解中 国民党立委王鸿威 直询时不止递交赵天龄的资料 另外也希望法务部对行政院副院长 郑文灿涉嫌跟女子开房间的事件 积极调查 要看这个影片是否涉及身位技术变造 要求一周之内提交相关报告 这个资料我会转给承办的机关 还有建设的机关他们来处理 但是能不能在一个礼拜内 这不是我能做决定的 我要尊重这些专业处理的机关 他们赶快处理 那我想只要有答案 立即的来回复 总统立委大选即将到来 国安局长蔡明燕日前示警 中共借选的形态是越来越多样化 是否有所应应 国安局26号在立法院表示 有掌握一些情资 但是涉及到个案 如果有违法试证 将会转由相关单位来处理 记者 韩英朋友组台北报道